五年第一场例行记者会 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 纯属世纪谎言 美国个别政客的上述言论 无异于睁着眼睛说瞎话 北京冬奥会正在进行 类似借中奥会进行恶意污蔑抹黑的政治炒作 不会得人心 更不可能得逞 他们这种行径 必将遭到包括各国运动员在内的 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和反对 首先根据奥林匹克宪章 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作为北京冬奥会参赛队员 有参与比赛和任何仪式的权利 第二据了解 北京冬奥会火炬手选拔有明确的标准 要综合考虑个人意愿 比赛成绩 年龄 知名度 民族成分等各方面因素 以充分体现广泛代表性 北京冬奥会的圣火 在开幕式现场 经过中国老中青三代体育人的传递 代表着奥林匹克精神的接续与传承 我们高兴地看到 包括伊拉木江在内的各族运动员 加入中国体育代表团 出征北京冬奥会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中国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促进人民健康水平的政策 正在汇集各族人民 这同时也体现出 中国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中方对中国关系发展有何评价